高雄一位阿伯在日前搭乘轻轨时 列车进行到一半 他为了换座位 不小心跌倒受伤 造成骨折 而事后他向高杰反应 却没有办法获得保险理赔 让他相当疑惑 对此高杰表示 如果是因为设备系统导致的受伤 公司是一定会理赔的 但是这个个案是他自身行为所造成的 因此并不在赔偿的范围内 轻轨车厢内许多旅客多为长辈 不过日前却有人跌倒骨折 不满事后没获得理赔 原来高雄一名67岁正姓阿伯 日前和太太搭乘轻轨 在列车行进过程 因为觉得位置KK 因此自行移动想换到别的座位 却不慎踩空造成手臂和手指多出骨折 事后向高杰公司反应 对方表示只有因为系统或场地问题 导致受伤才在理赔范围 因查证后无规则于高杰之处 属于旅客自身行为 因此不在保险理赔范围 这不可以叫政府改变 老人家容易跌倒 这个不能怪高纸 这些阿伯财空跌倒属于自摔 无法向高杰公司求偿 民众也几乎认为阿伯要自行负责 不过由于也有另外一位富人表示 自己同样在车厢内跌倒 导致髋关节受伤 因此就有议员提出建议扩大保险范围 高杰应该把通盘检讨 他整个这个保险的内容 让这个因为意外受伤 可以让他理赔到他的医疗费用 做法与投保险种 与国内其他轨道运输业者均相同 针对建议高杰表示 未来会依照市面上的险种 以及同业做法作为参考 但目前还是按原规定执行 只是提醒旅客搭乘列车 还是别任意移动 以免受伤 借往他讲说高雄报道